好 我們接下來就要轉到國際戰局 我們知道台灣在處於一個 地緣政治的敏感地帶 我們不能不知道國際的事情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到的就是 俄羅斯現在也是先發制人嗎 因為官員說 俄羅斯炸彈襲擊了哈爾科夫公寓大樓 造成一人死亡 42人受傷 哈爾科夫是大概位在俄羅斯的 東方城市 官員說這一枚俄羅斯製造的 製製的導彈飛彈 是襲擊了烏克蘭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市的一棟多層公寓 然後有一人死亡 42人受傷 不過現在這個普清也嗆聲 我們知道普清真的是不是吃素 他每次都默默的好像在觀察 結果每次說話都滿嗆的 他說西方如果你敢用 這個長城飛彈的話 准用就是讓烏克蘭用的話 就等同是宣戰了 那他嗆聲完之後 就轟炸了烏克蘭南部的城鎮 好 那他說如果西方是這樣子的話 就等同是跟我們北約 還有俄羅斯這邊兩方要來開戰了 那他是朝哪裡來發射飛彈呢 是南部的奧德薩 那也造成了無辜的平民傷亡 好 那多位州長也控訴說 真的是遭到空襲滿慘的 那烏克蘭這邊說就是 俄羅斯發動的四起襲擊 那這個是烏克蘭的數個州長說 俄羅斯昨天對於烏國東部南部 還有東南部州發動了四起的攻擊 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 好 確實看起來 俄羅斯現在攻勢是不斷的 沒有想說要讓步的感覺 好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洪軍城 我們之前在節目上都討論過 洪軍城是一個交通樞紐 他對於烏克蘭補給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現在是不是也要被俄羅斯占領呢 因為俄羅斯軍隊繼續朝著 這個東南方來進行推進 而且持續的密集來進攻 那俄軍在南部側翼這邊 也取得多個進展 而且攻入烏克蘭斯克 根據報導 這個烏軍可能已經測出了村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是分三個點 來向這個洪軍城來逼近 甚至現在也有報導說 有46輛的坦克 是已經進入到洪軍城這邊 要來進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次截至 2024 9月14號下午3點 這個東部 這個波克蘿夫斯克的 東部地形的控制評估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往這個洪軍城 在三個點這樣子 一路的推進了 那歐洲這邊是不是也會很怕呢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打成這樣子了 歐洲給的武器也滿多的 但問題是都打不下來 那澤倫斯基這邊 當然就會不滿說 你歐美國家的武器的速度 運過來速度太慢了吧 所以他就希望說 西方再來放寬長城武器的限制 他也有喊話 像德國或是什麼其他國家 可不可以讓你們的長城的飛彈 讓我們使用來打俄羅斯呢 但是現在德國總理蕭茲他說 北塞我們為了防止烏俄局勢進一步升級 這德國未來不會向烏克蘭提供遠程武器來攻擊俄羅斯 所以這個軍援是不是一個停滯的狀態 好 那我們知道現在有點進入到冷戰時期 兩大聯盟都在進行對抗 尤其是反美聯盟 伊朗駐俄大使是證實說 總統將要出席俄羅斯的金磚峰會 所以現在西方國家很擔心兩國會來合作 甚至有七國集團的外長是譴責伊朗 向俄羅斯來出口彈道導彈 所以這件事情也在全球這邊來發酵 說你怎麼可以向俄羅斯提供彈帶導彈呢 然後也呼籲伊朗要停止 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支持 好 那現在英國跟美國很擔憂說 伊朗如果用這個飛彈 是不是要交換俄羅斯的核武技術 那一旦這樣子的話 其實伊朗這邊的核技術可能會更成熟 那這個威脅可能就擴大 那時不時伊朗就嗆聲說 我要核武戰爭的話 那真的沒完沒了 亮哥怎麼看 這個目前大概確定 英國 法國那個長城飛彈 就是可以打250公里那個暴風 暴風影 就是Storm Cloud 應該會給烏克蘭使用 那我真的難以想像 俄羅斯敢打英國 法國 所以他可能把它等同於北約介入 然後打北約其中某個國家 因為事實上最近有做一些民調 最強硬的就是這個波羅的海三小國 然後北歐五個國家 還有波蘭 就這九個國家 因為最近國際貨幣基金 要去訪問俄羅斯 那要跟他接軌 那引起這九個國家的抗議 所以這個九個國家就是最強硬的 那國際貨幣基金為什麼要去俄羅斯 事實上坦白說 這已經隱藏了背後 烏克蘭外來要重建的布局 因為國際貨幣 貨幣基金要去訪問俄羅斯 這個美國跟法國沒有同意 是不可能的 因為目前的董事長是法國人 那美國是金融老大 所以怎麼會做這種事 而且要去兩個禮拜 要去跟他對各種需求 甚至可能也包括俄羅斯 這個月22號要開金莊會議 要搞非美元支付機制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 給人家感覺是一種戰後的布局 就好像烏克蘭戰爭大概快結束了 就有這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大概 如果這個我們現在看到是 這個導彈你提供 那你能提供多少 因為這個導彈很貴 這個一枚要100萬美金 那你能提供多少 烏克蘭還有那麼多錢嗎 英國 法國有那麼大的量嗎 事實上伊朗提供給俄羅斯 短程導彈大概只有200枚 西方就已經叫成這樣了 當然那個沒有這個暴風影可怕 因為上次那個黑海艦隊 克里米亞那邊 就是這個飛彈在打 還打掉了黑海艦隊的總司令部 所以俄羅斯當然會介意 因為這個導彈主要就是 可以穿透碉堡 那個高防衛的一個結構這樣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當然會在意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使用 那我就視同北約參戰 那我要打哪裡你就很難講了 所以最近波蘭也很緊張 波蘭聽說在邊境 已經增加了8000名部隊 他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白俄羅斯也在動 白俄羅斯就在烏克蘭的上面 所以最近氛圍真的有點緊張 那俄羅斯最看不順眼的就是 艾莎尼亞跟立陶宛 我不知道他會幹什麼事 這個難以預測 而且上幾個 大概三個禮拜前吧 丹麥跟荷蘭說要提供 F16給烏克蘭 目前大概陸續要提供80架 那普京那個時候也講過一個話 說歐洲某些人口稠密的小國 你給我注意這樣 恐嚇 我覺得他這個人坦白說 出手應該是滿兇的 因為你要知道 俄羅斯在那邊是有一個基地的 就是那個卡里林格勒 飛地 那個是一個飛地 那邊事實上是核武基地 那也有戰略轟炸機 也有匕首的超高音速導彈 所以他如果從那邊起飛 事實上會對西歐 整個都在他的攻擊距離內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這會發展到哪裡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新的變數 可是目前如果純看烏克蘭 紅軍城 還有普丁也下了一個命令 說10月1號 要把烏克蘭在庫斯克的部隊 全部趕出去 他也下了一個 deadline 10月1號 所以我們大白話 可能還要陸續做這個題目 那你就會看到烏克蘭一直屬於 敗退的狀態這樣 對 所以現在是烏俄戰爭 很難就是知道一個終點 教授怎麼看現在烏克蘭 跟俄羅斯的戰況 我覺得我最近看的國際媒體 真的對 覺得對烏克蘭是比較不太樂觀 很多也認為說今天 最佳的狀況之下 就是不僅是你克里米亞要不回來 你烏東可能都要釋手 就是為了保存 保存你現有的這個土地 不讓俄羅斯的軍隊 再擴大他的戰果 然後還有很重要 最後能夠達成和平的是 烏克蘭還是沒辦法加入北越 這樣子情形這樣才會有這個結果 那這樣烏克蘭不是雙輸的 所以打了兩年半就是北越是白打 而且還丟掉土地更多一些 如果你當初那個地方 我們這樣講 剛開始的時候 如果你允許這些自治區 可以有更多的權力 然後你也不會去加入北越 大概也就是你連那個自治區 會不會獨立加入俄羅斯 都我覺得這個後續的發展 都不會發生 那但是澤倫斯基做了這樣的一個決定之後 然後歐洲國家我覺得 給他創造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 一開頭還覺得挺住了 然後收復了一些 是不是就可以趕 然後大家希望普丁在俄羅斯 可能發生了什麼軍事政變 發生了什麼狀況 他被推翻了 結果都沒有發生 所有西方國家想預期的事情 都沒有發生 但是澤倫斯基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武器 就忘了一件事 俄羅斯是一個核武大國 很多歐洲國家 北約國家 是不太願意在這個上面去碰觸到 甚至派軍隊進入這個戰場 所以今天基本上 我覺得就是澤倫斯基的一個誤判 當然目前唯一是我自己觀察 因為我是美國做美國研究 美國真的是大概就是希望你給我拖到11月結束 大選 大選結束 不要到時候一下子忽然就是等於是這個一面倒下 就是非常落敗的很厲害 而是說能夠撐住到11月5號 至少以後下面的事情對拜登來講 就是由賀錦麗或者由川普來解決 川普自己不是也承諾過說在辯論的時候講 他說我如果選上當選了 我還不用就職 我馬上就可以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川普的能耐 如果是川普當選 我相信對於這個澤倫斯基或烏克蘭來講 大概就是剛才我講的一個狀況 賀錦麗雖然現在是承諾還是要支持烏克蘭 可是我們也懷疑他有沒有像拜登這樣的決心 繼續來提供 特別是當北約的國家 主要的大國可能還不太願意 碰觸到有接觸到核武戰爭的可能的時候 到底他們的意願是如何 我剛從歐洲回來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 我碰到烏克蘭的 就是我們去參加一個旅行團 碰到烏克蘭的這個叫做司機 然後輪換的是跟白俄羅斯 他們兩個人輪換 然後他們兩個人用俄文交談 我就覺得說 本來他們都可以通的 都本來沒有事的 還可以一起工作 可是現在很尷尬 因為兩個國家 因為白俄羅斯 被認為是俄羅斯的附庸 然後也被認為跟俄羅斯 航線一起在對抗烏克蘭 跟兩地的人民 好像本來沒有這個感覺的 現在也被迫 所以我覺得整場下來 就是一個失散 我覺得普丁今天大家 不能看清他的就是 他自己的意志是非常堅強 非常堅定 碰到川普可能他會給川普一點面子 然後再拿到更多的好處 可是碰到拜登 我覺得他是完全一點不會浪步 而且還會叫囂 我覺得這個是美國 現在陷入的一個困境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脫困了 不過我之前也看過克林姆林宮 有報導說 其實他們覺得賀錦麗比較好預測 川普比較不好預測 所以說不定在美國大選 還會幫賀錦麗一把 兵哥 其實不見得 因為很多人都認為 普丁是在說反話 他就故意說他支持賀錦麗 紮男不都愛說反話 所以賀錦麗的團隊其實很緊張 叫普丁不要再支持他 其實是很害怕的 當然現在整個情況 對烏克蘭來講 真的是非常不妙 因為在庫斯克方面 其實現在普丁在那邊集結了 大概是烏克蘭四到五倍的 這樣的軍力去壓迫他們 所以庫斯克還能夠撐多久 真的不曉得 你烏東這個地方 看起來俄軍是非常有條不問的 一步一步進逼 然後烏軍這邊看起來 就是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有系統有效的 這樣一個防守 所以也是一直被壓迫 不斷往後撤 他們最近甚至 還有他們的前線指揮官 直接去聯繫BBC 告訴BBC說 就是這些將軍 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意圖 為他們的帳面上好看 不讓他們往後撤 那就變成他們 覺得他們的士兵莫名其妙 就在那邊犧牲 而且是沒有一個戰略價值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前線的指揮官 都出現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表示整個士氣是非常低落 你士氣一旦低落到最後 如果相關的援助沒有來的話 你就容易出現戰線崩潰的狀態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情況 那承倫斯蒂現在一直要求 西方能夠給他全線開綠燈 讓他能夠去打擊俄羅斯後方 可是問題是 美國一開始很妙 美國說 你如果使用其他國家的武器 我不反對 但不要用我美國 然後現在蕭茲也出來講我不要 你不能用我德國的東西 那其實英國 法國 這些國家也都一樣 所以顯然 責倫斯基想要去攻擊俄羅斯 後方去至少辭制俄軍的攻擊 這個意圖是失敗 那在這種狀況下 老實講現在在戰場上 烏軍恐怕沒有什麼 可以拿得出來的東西 實際上西方北約 對他們的資源也是 就是緩不济集 每一次丟一點給你 丟一點給你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他的目的只是希望 烏克蘭至少撐到11月 而不是要讓烏克蘭有反攻 甚至能夠穩定住 整個戰局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並沒有做這樣的打算 我都在懷疑 他現在給烏克蘭的武器 會不會跟給台灣的一樣 都是那種幾十年前的 那種根本已經報廢的東西 如果也是這樣的話 那烏克蘭撐不下去 也是理所當然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這個時候你看 其實7R去那邊 扯伊朗的彈道導彈 什麼這些東西 這些對戰局根本都完全沒幫助 你北約如果真的有心幫烏克蘭 不是現在這種方法 我覺得責任司機 真的要趕快看清楚 狀況對你真的是非常不利 長者是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